全新的 Nothing Year 2 这次连线速度超快而且稳定 一次可以连接两台装置 搭配它优异的降噪效果还有个人化的App 这些都是这次让人眼睛为之一样的特色 而且这个牌子最近几年真是大方异彩 像是他们之前推出的耳机或是手机 他们这种内部零件外露的设计 真是让人印象深刻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一下 这次全新的 Nothing Year 2 有哪些特色吧 首先耳机开箱完第一件事情 一定是要到手机上面下载他们的 NothingX App 在上面有许多可以个人化操控的App 像是它可以测试你耳塞的密合程度 或者是在降噪或是冷化器的部分 都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来调整 另外一个蛮大的特色 就是这次它可以一次连接两台装置 像是你的手机跟电脑可以同时连线 那这个部分也是要先在手机App上面打开 那在连接第二个装置的时候 它的充电盒右边有一个白色的按钮 就长按它就可以连接到第二个装置 那像是我平常如果在电脑上面听音乐 如果有人突然打电话到我的手机上面的话 就可以直接切换到手机上 再来第二个 Nothing Year 2 的特色 就是我觉得它的降噪真的还蛮强的 看音乐的时候旁边有人在讲话 或是叫你的话是会听不到的 它降噪强到我觉得你走在路上最好是不要打开 因为我觉得会还蛮危险的 那它降噪其实这次真的蛮多个人化的设定 像是在App里面预设就是有三段高中低 那另外还有一个自视音的选项 就是让它自己去判断 现在应该要开到哪一个程度 那此外在下面其实还有一个个人化降噪测试的功能 它会要求你戴上这个耳机 然后去一个比较嘈杂的环境 它会帮你量身打造一个专属于你的降噪功能 那另外在切换降噪还有通透的时候 它都会有一个提示声 像是切换到通透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女人哈气的声音 然后我就 那下一点我们要讲到它这一次蛮值得称赞 就是它的通话品质真的还蛮不错的 它的外形其实有帮它重新设计它麦克风的位置 然后再搭配它AI的演算法 这次在通话讲话的时候 其实对方会听得更清楚 然后更加清晰 那我们如果把通话清晰程度比喻成影片的画质的话 这一次据我的实测 跟我通话对方是形容说它比较像是HD的感觉 那这音质的部分我觉得这一次NATING EAR2 它非常适合拿来听流行乐 像是韩团或是女团等等的 实测Blackpink或是NUGIN4类的女团 这个女生真的是酥麻到要升天的感觉 在搭配这种流行乐里面的环墙音效 我觉得它的效果真的是拉满 因此我觉得这次耳机 真的是可以说是流行乐特调的感觉 它的低音的部分则是偏中薄 当然如果你喜欢低音重一点的话 你也可以到APP里面去调整这个等话器的部分 那在充电跟续航力的部分 这也是使用USB-C充电孔 另外它也支援无线充电 最高是2.5W的气无线充电 那搭配这个充电盒使用 在降噪关闭的情况下 最长可以达到36小时的续航力 另外一个一定要在手机APP上面打开的模式 就是低延迟模式 像是平常追剧或是打游戏才不会有延迟 那它藏在哪里呢 就是在手机APP的右上角的齿轮里面 我们看到第三个就是低延迟模式 这个是一定要打开的啦 那我自己实测打开之后看影片就真的没有延迟这样 另外它有一个声音个人化的功能 然后它可以依照你个人的听力 或是听觉的能力来替你调整 可以在降低音量的情况下 可以听到更多细节等等的 另外在手势的部分 它的内侧其实就是有一个感应条 那如果你要暂停或是下一首等等的 你就是按这边 那我觉得有时候如果你是要常按的话 它还是会miss掉这样子 那总结一点我觉得这次 Nothing Year 2让我蛮惊艳的 就是它的降噪 还有它连线的速度真的是还蛮稳定的 还有就是如果你平常 你是听流行乐居多的话 这支耳机算是还蛮适合的 但是如果它在连线或是切换 通透提示音可以再更柔美一点点的话 那就是完美了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Nothing Year 2快速开箱测评音 另外如果你对生活话 或者是不想要错过最新消息的话 也可以去追踪我的Instagram 如果你觉得今天影片还不错的话 可以帮我按个赞 订阅还有开启小滴答 才不会错过下一部影片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